目前台风的最新动态 现在要提醒大家 小选台风的强度跟大小 现在都还在持续增加当中 目前来看到 它现在已经来到了中台的上限等级 同时它也在增胖 路景发布时间 提早了预估现在在中午前 就有机会发布路上台风警报 现在的路上台风警报时间 大概抓是11点半左右 而且它的路绩目前也开始稍微往北修 好我们先来从最新的浅室预测图来做观察 现在它的最新位置呢 目前它已经走到了R1B东南东方 接近大概460公里的地方 接下来一路从西北转西的方向前进 每小时的速度稍微减慢一些些了 来到了11公里 也就是说可能它的影响时间要拉长了 好目前来看到了 整个七级风的暴风半径增胖了 来到了250公里左右 如果以这个时间走来做观察的话 基本上影响台湾最关键的两个时间点 就在明天跟后天会是影响最剧烈的时间 到礼拜五的之后呢 暴风半径暴风圈才会开始慢慢远离台湾 好那怎么来关注到全台各地的警报区域呢 我们从警报区图来做观察 海警部分昨天晚间已经发布了 目前来看到了在整个台湾的东南部 巴士海峡都是它的警戒的范围 随着整个暴风圈一路靠近 预估了接下来它的中心位置 就会从恒春半岛台东的南部以带登陆 好所以这个台湾我们一再提醒大家 东部恒春半岛会是首当其冲的区域 整个影响的时序表现在再来看到 目前来说呢 它在今天晚上的8点左右就会开始触碰到海景线 预估到明天清晨的5点左右呢 暴风圈就会开始接触到东台湾的陆地 接下来到了礼拜四的清晨1点钟 会是它笼罩范围最广的时候 因为它的暴风拜计是大的 所以呢包括整个新竹以南 这一次都会在它的暴风圈的笼罩范围之下 所以这个台风呢 大概从台东的南端恒春半岛登陆之后呢 接下来整个范围就是礼拜三礼拜四 就会笼罩台湾了 所以这次放台风假新竹以南的 有机会的 但新竹以北呢 可能还是要看看预期 如果路径再往北修有机会 但如果照这个路径来看的话 台风假是在新竹以南的影响范围会比较大一些些 好也就是说在整个路景的部分来说呢 基本上是11点半以前就有机会发布 那我们来看到了 从它整个影响的时序表来做观察 基本上呢 从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到礼拜五 都会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 包括从今天开始了 礼拜二呢主要是受到了外围环流云系的影响 所以今天的下半天傍晚开始左右呢 整个东北部一带的雨势就会开始增强 加大一些些 另外呢到今天的傍晚甚至入夜之后呢 东半部的雨势也会开始感受到了 明天后天礼拜三礼拜四呢 它的影响关键时间点就会是最大 整个中半部地区首当其冲的地方 都要提防强风豪雨 还有恒春半岛一带国境之南也要特别小心 另外在山区部分要特别留意哦 山区也会有好大雨的现象发生 西半部地区因为受到是东北季风影响 虽然说有中央山脉的屏障的挡着 但是基本西半部地区风要特别小心 因为风势会来得蛮大的 好到了礼拜五礼拜六两天的时间点来做观察 台风慢慢远离了 但是外围环流还是在的 所以整个台湾的天气都还是不稳定 这个台风一路预计影响到礼拜六 才会开始各地的影响慢慢趋缓 那我们从整个四格的雨区暴徒来做观察了 到底这个雨这两天会怎么下呢 从今天开始外围环流影响 所以今天预计傍晚开始 东北一带的观众朋友就要先开始感受到 雨势会出现了间歇性的雨势 到了今天晚间呢 花东地区雨势会慢慢跟上来 但是东北一带一来的山区要特别留意 因为还加上了东北季风的影响 再加上外围环流云系 所以东北一带今天晚间的雨势会比较大一些些 明天开始呢 明天的白天 东台风的暴风圈接触到陆地之后呢 东半部一带的风雨就要开始增加了 尤其雨不能轻忽 毕竟现在它是中台的上限等级 所以在东半部地区 整个好雨的情况要特别留意 到了明天晚间 整个暴风圈开始笼罩进台湾之后呢 要特别小心 因为包括在横川半岛一带 在整个屏东 国境之南也会开始下大雨 另外在山区部分 尤其是中南部的山区 也是这一次的警戒范围当中 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 随着台风靠近 今天开始 东半部地区的沿海 甚至是沿海一带的风浪 都会开始逐渐增强 比较靠近东部沿海一带呢 现在的浪高 在今天有机会来到4到5米的浪高 但是整个台风靠近之后 风浪还会再增加 所以呢 海景已经发布了 今天在整个东半部一带的沿海地区 基本上海上作业活动 通通都要停止 好最后总结来看到了 这个小犬台风 这两天对台湾的影响时程 该怎么来留意呢 今天先是它的外围环流云性的影响 所以今天比较受影响范围大的 会是在东北一带 北台湾会开始出现一些间歇性的雨势 到了晚上呢 雨势会增加 东半部地区也会出现局部豪雨的情况 从明天开始呢 台风的暴风圈正式接触陆地之后 礼拜四整个笼罩进台湾 所以呢 整个东半部一带 包括花东 横春一带呢 都会有豪雨以上的等级出现 另外北部南部的山区 会出现豪大雨的情况 西半部地区一再提醒 虽然说明天的雨是感受没有东半部强 但是沿海的强风一定要特别小心 这是在台风的动态先提供给大家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